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宇哥很过意不去 小叶却叫他别担心 当即出门帮他收拾残局 这么好的上司 真是打着登陆也难找啊 其实宇哥一直深深暗恋着小叶经理 却始终不敢表白 女主把他锁定为7140号爱情游戏玩家 代号Beast 这天宇哥躲在花坛后 目睹小叶直接上了一辆大奔 上车后便与帅哥男友热闻起来 他又激又恨 却又无可耐喝 这时门铃响了 女主提的装满超配的手提包走进来 邀请他参加爱情游戏 如果你能在三天内 和一个备受欢迎的女性发生关系 就能获得一意 女主看着墙上小叶的照片提醒道 你身边就一个县城人选 只要跟他咬过一次就行 灵木羞愧的说 不可能的 听吧 女主拿出女同事嘲笑灵木的视频 他们认为 灵木一辈子都追不上小叶 即使这样被人嘲笑 灵木依旧无动于衷 因为小叶有个帅气又多金的男友 拆散他俩简直难比登天 女主有些失望 你就打算既不表白也不忘怀 浪费自己的人生是吗 这样下去 恐怕你一辈子都无法恋爱了 灵木被这番话触动 决定参加游戏 次日他手捧鲜花 准备约小叶吃饭 刚要开口小叶的电话就响了 灵木吓得赶紧缩了回来 电话是社长打来的 因业绩不好 社长准备把小叶调走 灵木知道是自己连累了小叶 当即跪下向小叶道歉 小叶温热的把他扶起来 说这不是他的错 然后便匆匆离开了会议室 女同事包包实在看不下去了 告诉灵木 现在与小叶交往的人 是大型企业的公子哥 精英中的精英 让他有点自知之明 若真想追小叶 不妨多多关心他 身为精英 小叶承受的巨大压力 其实他在公司里很孤单 有传闻说他会去牛郎俱乐部 还会拼命买名牌来解压 你要能抓住这点 说不定还有机会 灵木很快看到 小叶的名牌店里疯狂购物 一出手就是八十万日元 看来包包没有瞎说 他找到小叶 劝他不能再这么挥霍了 小叶却并不买账 灵木心灰意冷之时 发现两名高利贷把小叶带走 逼他还钱 事后灵木找到高利贷 验着唾毛硬生生帮小叶扛下了三百万欠款 在戒指上签字 按了手印 他认为只要在游戏中获胜 便能用奖金还上这笔钱 是不是有点想的太简单了 宇哥我目前可是没看着 一人能挣到这一亿 还有四小时游戏就结束了 灵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他指头现在还没有向小叶表白 女同事告诉他 追女孩就该脸皮厚一点 勇敢施爱 灵木说的鼓舞偷偷跑到小叶与男友约会的餐厅 却还是没有其表白 只得悄无声息坐在了他们的后边 本以为公子哥要向小叶求婚 不料却是分手 原来小叶男友的母亲偷偷做了结婚调查 发现小叶在外面欠了高利贷 还拼命买名牌 去牛郎俱乐部修钱 男友怪小叶让自己在家人面前丢了脸 小叶辩解可能有人想破坏他们的感情 故意奏谣男友却说他已经查过了 小叶也上了亲人公司的黑名单 是史上最差劲的女人 灵木实在听不下去蹦了出来 向小叶男友磕头下跪 恳求对方原谅小叶 对方却不为所动 小叶追逐三丁 男友却决定的摘掉小叶送给他手表 丢进了臭水沟 灵木抓住小叶男友的衣领 宇哥以为他要发飙 他却松开对方走入臭水沟 在水下摸起了手表 这一幕太感人了 一番寻找后终于找到了手表 小叶很感动 陪着他回家换衣服 赫然看到自己的照片挂满了墙上 还在桌上看到了借据 高丽带给我打电话 说有人替我背债了 原来是你 灵木趁据说出了心里话 我一直喜欢你 今后也会一直支持你 小叶激动的抱住他 我终于等到了 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跟班狗 你早跟我说我早就把你当宠物养了 你帮我抓住富士党的丑闻去威胁他 还有我想给竞争对手发点恐吓邮件过去 灵木大吃一惊 公司里的匿名传单也是 对是我干的 不把那些相关干部拖下水 我要怎么晋升 我们做吧 算是给你的饲料 说吧 小叶竟脱丢外衣 将灵木推到了床上 灵木担心小叶嫌弃自己 小叶就说 自己是一个把性和爱分得很开的人 只要有好处谁都可以 灵木听后瞬间没了兴趣 磨蹈了半天也应不起来 直至游戏结束 白白看着一亿讲解的鸭子飞走了 小叶抱怨他连当宠物都不配 真是个窝囊废 然后捡起结局 开心的说 这回欠款没有了 又可以放开满名牌了 准天女主找到灵木 你因为对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 而无法看清女人的本质 你所欠缺的只是勇气而已 这时灵木偏偏偏包包的向自己招手 似乎对自己有意思 不料灵木却大叫起来 不行 仇女不行 居然请求女主与自己交往 女主气劫 灵木拿出勇气 想追上女主 却被高利贷拉住还钱 看到这一幕 女主感慨万千 再怎么交易学不会的人 简直无可救药 诶 明明是你教人家要有勇气的 现在又双标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算 别忘记记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全集公众号来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